再跟各位强调 就是第一个 他有提到说他开学后的反应 所以这几天其实我们也有接到很多 那个师兄师姐开学后的不同的反应 尤其好像那种很亢奋的 晚上精神很好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反应 但我们在请回老师上课的时候 跟大家细说分明 但是碰到这种反应的时候都不要怕 所以为什么要来上课 我们鼓励已经一定要来上课 就这样 你要了解很多的他的原因 然后怎么做后续的处理 然后第二个他有提到说 那个自己后来做功课 以后进做小诊的反应 对不对 其实我想你们开始也都会有了 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跟开学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 根据你的身体 他有一个重点 其实像我也经历过 我们自从那个疫情比较严重以后 我们就变成都在家里 然后我们就在群组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做进桌共修 所以那时候每天晚上我们志工们 或者有加入我们的群组 我们都有两个小时的进桌共修 那当然不是都每一个人 就是从头做到尾 但是因为我个人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 以前我的进桌大概都是一个小时里 有时候就多一点点 因为很奇怪 他会变成像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间一样 到了一个小时 你自动自然就会清醒了 就要收工了 那后来要做到两小时 那我就是要好实实地做两小时 可是就很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 就在一个多月后之后呢 我突然做到一半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我就我预告同事就知道 那个我曾经拿拐杖就是脚受伤 那就是去踩水果 那很开心 人家跟我说这个好大 这个好红 我就跑 跑啊 那果園嘛 就是高高低低的不平 然后刚好中间有个坑你知道吗 所以没看到脚就踩进去 啊整个都在走嘛 就长个就被拉扯 那其他他就是整个 肿的可能比蛮头还要大了 他也不能肿 后来看了好久的医生 那时候还没学长症学 就是刚来月底的第二年 然后反正就这样治疗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关注点 或者医生的关注点都在哪里 就是脚踝那里嘛 就针灸啦还是什么 贴我都站在那边 可是我那边静坐是怎么样呢 我就先从就是当初受伤的那些脚 一直碰到小腿 然后那个痛 就好像我当时受伤的那一刻 那种痛你知道吗 那种痛的很痛 痛到我是老庆瓜坐不住 然后就起来 很神奇 起来一下再一下就不痛了 然后又再坐 又继续痛 然后隔了几天 没有几天然后就开始 那个痛是整个身 就是往上往上 后来我自己在想 我为什么会这么痛 我从来也没这边受伤怎么样 我就是自己回想 应该是那一次的受伤 还是应该我在奔跑的过程嘛 所以整个扭起来 所以应该其实有伤到这边 那只是我们的关注点 没有在这边 那时候痛是痛在这边 但是他应该就是整个都是 筋都有拉伤的 所以长生学很神奇就是说 你其实也不用调整 只要你很认真的去静坐 日积月月下来 他会帮你打通 然后打通的那一场 就刚刚跟我们怡婷师姐分享一样 会很痛啊 像我就是痛到 然后后来我就注意到 我每次一开始 这边开始痛的时候 就是一个半小时 就是90分钟 很准喔 我都不用想 现在已经第90分钟的痛 可是就是慢慢慢慢 一次那个疼痛会怎样 一次一次减一次一次减 他就是慢慢的减 然后有的时候太不痛 我就已经他好了你知道吗 然后气会跑到别的地方 我身上本来就是很多毛病 他钻到牙医你就会知道 现在在打哪里 心肝也有问题 还是脊椎啊还是哪里 你就知道他气怎么跑 隔个我也招不准的时间 又痛 可是呢就已经不会说让你做不住 继续做 就是要趁两个小时吧 就继续做 他就很整齐 然后呢隔应该两三个月吧 就是这样痛 慢慢剪慢慢剪痛痛痛 然后就慢慢剪的痛痛痛痛 到后面有些人就已经完全不痛了 那我自己就知道他好了 了解这意思吗 他会有一个这个过程 那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很多人 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好转反应 所以老师一直跟我们强调说 你要去赢过那个好转反应 你能不能撑过那个很痛苦 就是当时你的病痛发作的那个阶段 就像我想我以前的头痛也是一样 我自己跟自己讲说 我一定不要再吃止痛药了 本来就胃就不好 胖就不好又吃那么多药 所以刚开始静坐也是很痛啊 但是你就忍了 或者实在做不做就起来 会不会开始继续做就继续做 就像我们怡平师姐的 继续做 继续做对不对 把握时间就做 就是这样一直做 所以刚刚我们怡平师姐讲重点 我就这边再就是跟各位再强调一下说 你如果没有办法去迎过 这个所谓的好转反应 就会没有办法去真正去打通 你身体里面那个堵塞 或者是那种长期慢性的那个病痛 也有到我们调整站来调整的学员议识 我就通过一个年轻人 他还是从台南来的 结果我们老师都在台南 他反而就不知道长生学 他是因为女朋友在育林 就是带他过来我们调整站那个调整 那我这边不是要讲我们那个长生学怎么样 这也跟各位强调说 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没有打广告 所以就是没有花这种钱去打广告 所以都是靠就是一个带或者口耳相喘这样 结果他要调整站坐下来还蛮年轻的 那个年轻人跟小孩对这个长生学能量的接受 都是很敏感很快 因为他们的细胞比较活路 所以我们在调小孩跟年轻人的时候 都很快 那个反应都很快 他们很快就会还转起来 他就是坐下来鼻子过敏 就本来就很严重 就给他一调 调没两三分钟 坐不掉就起来 起来再坐下去 又再调 又不行了 他没有办法接受说 我们一给他调的时候 那种刺激你知道吗 他受不了 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接受 这就很可惜了 对不对 所以说因为一天来上课的原因 就是要告诉你们 会碰到的可能 这些一个情形跟状况 你只要让他们去处理 然后刚刚我们怡平师姐讲的第三个重点 家人来学习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调整站只有三天 只有你的家人真正爱你的人 才有办法说一直陪在你身边 或者说当你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 他可以说立即的实行那个帮助或救援 好那最后一点就是刚刚也稍微有提到 随时随地的 你都可以伸出你的双手 不是只有精进的坐在家里 立定师姐是骑摩托车 我是开车 我只要开车好 我自己就是这样 冠 背后 我就这样放了 因为那个现在驾驶 那个扳手还是可以的 我就这样子 尤其那个长途开车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不要忘记 有时候有点哭哭少了 就是像最近那个好像疫情 又比较严重 又比较严重 我没事我就这样子了 就自己这样子 喝这样子 背后气口 就是所以你随时随地就去把握这个时间 你不要觉得说没用 那机翼月累下来 你就会比别人比较健康 好吗 好 好 那我们来试试 我要试试一下 我要做一下工商广告时间 你们有看到这本书吗 在报道处 有 它是那个长征学的见证书第六本 那见证书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接着预理要上高级班 很重要注意听 就是这个是学员要完成12次的实习 还要缴200字的心得报告 然后这就是心得报告 我告诉你老师他们很忙 虽然高级班是亲自帮你们开学 老师每一篇心得报告都会亲自看过 对一个上课一个开学 还要看你们的心得报告 他到会场都会拿来看 就是他会去筛选 那选出来的一些精选 然后再给我们见证书的编辑组 做编辑就变成这个 但是很好用的葵花宝典 因为他有帮你分类疾病 里面也有两篇文章 然后下面还有那个 就是你什么症状你怎么调 你这个除了带一本自己回去的话 如果有可以带两本 把这个爱传出去 告诉人家帮别人贵人 帮自己贵人带你的朋友来学长生学 然后确认自己不舒服人的时候 或遇到什么症状 除了肠道调整站帮别人调学 上课常来会场 什么都不用做 你身体也会进化 我一直搭完移动回去的时候 一直放屁 我也没有调整 也没有被调 然后我就是去会场当一东 因为会场的能量也很强 调整 调整站也是 这次疫情啊 后山绿林应该还好 可是台北 当时我住在万花 如火如土 我的哥安 他的访客确诊了 我们两个都是第一个接触者 一个是我帮他 就是他认不舒服帮他调整 第一个阿嬷就是收留他 所以阿嬷 我每次去他家一三五都帮他调整 那他后来他的客人是老师 他确诊离开之后告诉我们两个 我们是首当其冲在Data那时候 阿嬷送到急诊去 他肺部很干净 医生说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新冠肺炎 可是后来到凌晨两年 收到简讯确诊了 所以阿嬷一确诊 我又是亲密接触者 第一个我也隔离十四天 那时候我三才四才五才六才 都是阴性 有没有在中国长生学 学到谁现在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我昨天回家看到讯息 我们的团队阿 然后还有一些个案家属 现在又二次确诊 所以之后再来是什么观光记阿 来的人阿款课比较多 你们学了长生学太棒了 随时随地 喉咙加胸腺 欸知道怎么办 今天有个义工 他不是坐火车等路 就是跳何老师 何老师 很感觉是家费 对 赖美妹师姐 我教她她的很可怕 她整路喔 她整路坐火车 她那时候那个Delta 大魔皇流行的时候 对很可怕 整路坐车都这样坐着 都不敢放下来 我那个赖美妹师姐 很可爱的那个志工 对所以 她是安全回来的 安全带 疫情我称了三年多 都是safe嘛 一直到去年的十月下旬 就是可能比较累 声音有点不变声音 然后我们的过 班医师就说 你要不要验一下 我就心心满满的验 一晚上之后就没有线啊 就没有啊 那我就吃完早餐 晕末十五分钟之后 喷到淡淡的 哦中了 中了 可是我机晨还是很好 可是EVA 还是那时候要隔离五天 还是七天 我就按部就班 就是在家隔离 然后一出关 我踩的是 恢复到阴性之后啊 我就去调整站 你知道吗 调整站在调的时候 我们互调嘛 在帮人家调的时候 我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一直流一直流 换了三四个口罩 在排毒啊 所以后多出手 有时候我不舒服的时候 比如说我手痛哪里痛 去到调整站 我公平我面边调 我帮别人调 回来自然就好了 所以学长生犬 就把爱传出去 谢谢大家